作为奥运会的夺金热门项目,体育总局一直对国庭奥运会备战工作非常重视。 众所周知,国庭南队的巅峰时期是在2008年,当时马林、王浩和王立琴锁定南达冠军、亚军和季军,而此后的伦多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,季军的主分别由德国名将奥恰洛夫和日本一哥水谷顺许德。 近日,旨在东京奥运会,让国庭赛线会华,体育总局公布了一个通知。 巧合的是,体育总局公布通知后,以国庭公司教练正式复出,北京时间8月13日,体育总局在官网发布通知,关于组织制定备战东京奥运会冠军模型和实施路径的通知。 在通知中,体育总局明确指出,聚众、射击、自行车、机械、赛艇、乒乓球、羽毛球作为第一批制定冠军模型试点项目。 求你都知道,在当前国庭南队中,无论是实力还是心态,马龙都是东京奥运会的最大独冠热门。 有意思的是,体育总局是8月13日公布的通知。 今天北京时间8月15日,就有一位国庭公司教练正式复出,这位国庭公司教练就是秦志简。 据北京城报报道,秦志简受邀前往北京,参与马龙的东京奥运会,得备下计划工作。 据悉邀请秦志简的不是别人,就是近日高国庭顾问,组出名的张雷教练。 值得一提的是,张梅向媒体透露,把秦志简从江苏青来,我们目标一致,为捍卫国庭荣誉贡献一份力量。 明年的士兵赛,两年后的奥运会参事重头戏,相信我们教练达成一致的东西,会对他有所帮助。 在报道中提到两个细节,第一个是二位教练整守一个后笔记本,边讨论边把要点记录下来。 第二个是秦志简和张雷二位教练给马龙制定东京周期计划时,更是要超越竞技层面的内容。 要知道这两个细节,其实是主管教练该做的工作,而且从张雷的语气来看,马龙的东京奥运会配战工作或是将由张雷负责。 需要指出的是,马龙目前在国家队,中,是由主管教练刘国正道。 但和张雷,秦志简,张雷是马龙在未经队时的教练,秦志简只叫马龙长达十几年相比,刘国正显然对马龙的了解还不够。 因此,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,国平或许再将对马龙的主管教练进行调整。